HELLO 大家好,我是HELLO 星辨大王 那麼今天我們為大家帶來 每日的地上修後的實戰解說 那這邊選擇的是本月份的LV10挑戰 那我們在上修前的實戰也是打同樣的關卡 同樣的配置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就可以發現其中的差異了 那我覺得差最多的是平砍的傷害 好,那這邊的話 我們就直接一進場先來手轉看一下差別 那一進場的部分呢 雙指什麼的都還沒有疊滿 這是最純粹的一個平砍傷害 我們手轉包含天降來到了22 combo的一個部分 好,可以看到這邊輸出就直接85億了 這個傷害上修應該是相當的有感覺吧 因為之前喔,還沒有上修之前 大概平砍都落在 如果說完全沒有疊加任何的傷害的話 大約只有40億左右的一個傷害 所以其實這個上修之後 梅爾蒂當單邊隊長的強度 我覺得直接有兩倍起跳 更甚至這邊喔,雙指疊滿 甚至直接到150億的平砍傷害 請注意這邊還沒有開上任何的常駐增傷 單純僅靠雙指的界王拳 就可以打出如此變態的傷害了 那我們這邊來再看一次喔 好,這邊消到了包含天降是21 combo 直接輸出200億沒有克數的傷害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上修有多麼的恐怖了 好,那緊接著我們來到第二關喔 第二關這邊的話是會有一些風化珠 會讓你的轉珠比較痛苦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邊的一個傷害水準 那這邊敵方的話是暗鼠以外會減攻擊喔 所以傷害會比剛剛看到的還要再低一點點 不過仍然是有百億的一個輸出喔 所以是相當的誇張 所以這隊在上修之後呢 其實是這次上修是相當的有感覺的 那並且在上修之後呢 其實隊員如果你帶越多的光暗的成員 他的強度會相較的提升 因為這次上修除了這個兼具浮石的效果提升之外 那也就是這個光暗的一個珠子 光暗星的這三種珠子的增傷倍率會有所提升 所以隊員的話帶光跟暗 確實他的傷害就會是比較高一點點 好,那警察這邊通關之後 我們就來到第三關了 第三關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就要開上一些常駐增傷 來做更多的測試了 那在上修過後 梅日地的主動技能會變成常駐的腰跟神 攻擊力1.8倍跟回復力1.8倍的一個加成了 所以這一波開下去呢 傷害會比剛剛有提升1.8倍以上 那注意之外我們還是開上了狗頭喔 好,那這邊的話敵方是手消泉水 但是有腐化盾 所以這邊基本上喔 呃,這一隊除了打擊沒有帶腐化龍科之外 其他都有帶 所以其實傷害輸出大家可以看到喔 基本上就是百億級別的一個 呃,常駐等級 好,我們再試一下一回合 那這邊水珠禁燒喔 在水珠禁燒的情況下呢 我們的傷害 來看一下開了雙常駐的一個效果 好,那這邊直接添加到了22COMBO 可以看到這邊 六百億的一個平坎 非常噁心喔 好,今天我們來到下一關 這邊呢,我們開上吃油 固定的版面 那我們來消一個10COMBO 給大家看一下傷害喔 好,那這邊我們開始排珠 然後我們直接排出一個10COMBO的版面 好 那這個情況下呢,我們來看一下 開了雙常駐的一個真傷效應 那此時呢,這隊已經到達最大的一個輸出條件了 我們私有也進入狂暴的模式了 好,可以發現到這邊就直接千億傷害 好,所以這一隊傷... 在上修之後,可以說是又更上一層樓了 好,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喔 敵方是拼圖頓,但是帶有腐化 所以其實這邊我們就不用拼拼圖頓 也是有一定的輸出條件 這邊我們開上打擊的一個真傷 然後我們再開完龍科 那看一下最後的一個真傷幅度 添加到20COMBO,這邊總輸出量 哇,這個是多少? 是兆了嗎? 相當的恐怖喔 我想再過一兩年吧 可能神魔他的最大輸出量 可能就要用這個科學符號 來去計算囉 好,今天來到這一關 是這一隊最怕的一個結界地形喔 因為這隊沒有天降的話 傷害會大幅度的降低 不過你可以發現到 即使在面對這樣子的敵人 他這個上修之後呢 仍然是有百億以上的輸出 所以 這個上修之後可以說 對於結界地形來講 只要你的長度正常多開一點 好像也不是那麼害怕了 對吧,這邊290億的輸出耶 超級噁心 那以往我們這邊可能 在上修之前可能要磨5到6回合以上喔 那上修之後我們只要3回合就解決了 所以這個增傷可以說是相當的有感 這個上修 好,那這邊就直接帶走完全沒有問題 好,緊接著呢 我們就進入到第六關啦 第六關的部分呢 是昨日地形喔 那昨日地形呢 跟之前的打法是一樣的 我們會想要開這個九封王 來去讓手燒 不可以燒到這個卓樂的地形 那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這個護盾呢 它是可以擋下卓樂地形的一個著傷的 所以這隊其實在這一關 你總共包含護盾 有9萬左右的一個血量可以去扣 所以你會發現到這邊扣完之後 發現血量還是蠻多的喔 所以其實這隊嚴格說 也不太會怕這種卓樂地形 還來到第七關 這裡的話需要牌豬去解這個高康盾 那這一隊的部分呢 它的...呃... 擋史...能力呢 是包含護盾的 所以這邊其實事實上 面對無視減傷的敵人 這隊的實體血量是擁有9萬8的喔 以現在來講就是幾個邊緣啦 至少能夠打過這個敵人 好 那這邊我們就直接跳過吧 好 磨著磨著就通關 來到第二條血條 這邊一樣是腐化盾喔 那它是30顆火珠的累積盾 但如果說我們有帶腐化龍刻的話 基本上就直接無視掉這個敵方的腐化能力了 好 那經過牌具之後增傷 然後這邊就直接帶走 完全沒有問題 600億 還是6千億喔 6千億的一個輸出量 所以其實這隊在... 整個上修之後呢 我覺得它的傷害程度 絕對有現在的T1上的一個程度了喔 相當的噁心 也可以說 原本就是純妖最強的隊長嘛 現在更是妖精更強的一個隊長了 所以這一波我覺得... 花110抽獎隊長真的不虧啦 以現在上修後的結論來講 好 那這邊是連擊盾 我們就跳過吧 就是洗技能 然後開狗頭炸掉那個... 鎖定珠子 就這樣慢慢的磨過去就可以了 基本上... 最後的部分再用手掌帶走就可以了 不過這邊有一點要注意的事情 是最好在這邊 可以把常駐增傷給關掉 因為等下王冠有這個... 重... 呃... 常駐技能重置 好 來到王1 這邊其實單純就是烤你的手掌而已 喔 這個蠻不重要的 我們就跳過吧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 這一隊如果說 削這個... 4的倍數 它是無視這個固定combo的 所以其實這邊我們故意削一個 手削八康 然後它其實是可以無視這個固定combo盾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完全沒有常駐增傷的情況下 這隊 能夠有260億的一個輸出 可以說是相當的噁心 好 那... 接著最後呢 王冠遇到的是水鼠以外 只剩下5%的一個傷害 話句話說等一下我們的爆發要直接乘以20倍喔 這邊我們直接跳到爆發全開 開完龍科 好 那這邊就全開 天降到24combo 這邊輸出量 咚咚咚咚咚咚咚 是剛好 一百三十億 這個乘20倍的話 大約是2.7兆的一個輸出量 那這個輸出量 由於 呃...上一次我們上修前的 實測一倍是 到三百... 呃...三兆的一個輸出嘛 一個爆發 但...呃...我們隊長帶的龍科不一樣啦 這次我這個帶的龍科是妖精浮化龍科 所以增傷有差 那整體而言呢 這個上修之後呢 我會覺得他整體當隊長的強度 確實有限在T1上 T1上的一個程度喔 拿到隊員的部分呢 這個增傷也蠻好用的 至少不會跟其他的兼具衝突 所以這一次呢 在上修後呢 我會給到 如果滿分是10分 我會給到8分的好評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那如果大家想要看到更多關於新的影片 不用忘了按下你的訂閱按鈕 以及歡迎按下小鈴鐺 下次有新的影片就會訂閱透過你 那我們我是王尼凱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謝謝大家 掰掰